其實校委會已經作出了一個決定去委任兩位的副校長 首先代表學生會去講 其實我們非常之失望和遺憾 校委會再一次是蒙視了學生的聲音 蒙視了4200多個簽名 直接一意孤行地委任兩位副校長 接下來學生會亦都會根據現時所有的資料 繼續去諮詢一些法律的行動 希望可以推翻今次的決定 仍然是有待的探討 但是可以說就是校委會今次的行動 其實是等同於宣告港大的院校自主 確實自由已經終結 我無法想像自己在港大三年 是會迎來這樣的一日 對於這件事是非常之失望和憤怒 這個大學不是張祥的大學 這個是屬於港大學生 港大師生的大學 而我們秉持著明德革密的精神 我們是不會接受 這兩位人選去做我們的副校長 做甚麼是 我們是在他做的好事 在他做的好事 我們要來做小事 知道我們要去做好事 有些故事 可以做得到 有些故事 就能做到 有些故事 有些故事